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接下来就是要讲生酮饮食 生酮饮食目前在日本 在台湾或者在全世界 都是一个已经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事实上市面上生酮饮食的书很多 那么我本身也是一个用生酮饮食来治疗疾病的 一个自然医学医师 那么我有我比较跟一般人不大一样的看法 我把生酮饮食分成长糖低糖断糖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吃食物 我们一天要吃一公斤的食物 食物第一拿来当燃料能量产生热量ATP 第二是细胞修复的 这个两个 这两个大方向 所以你看我们吃东西 就是葡萄糖脂肪酸蛋白质 三个主要的能量来源 那么葡萄糖很容易被进入细胞 经过胰岛素的作用 可是脂肪比较难进入 大家看左下方那个脂肪 通常都是12个碳以上的 葡萄糖是6个碳 所以12个碳以上的脂肪酸 你要进入细胞 一定要经过肝脏 经过肝脏 代谢变成最下方的一个酮体 所以说我们叫生酮 就是说你是用酮来当燃料的 那么一般人就是用糖叫生糖 生糖跟生酮是两个 看起来是两个对立面 我们是认为说糖跟酮要同时使用 也就是说妈妈的母组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秘诀 你的基因就是应该要糖 淀粉 葡萄糖占50%能量的来源 那么脂肪占40%的嘛 这个在前面也有提过 蛋白质占10%热量来源 这个就是我们 我并不认为说断了糖什么病都会好起来 只是你的糖的摄取不能够无限上钢 因为我们人体这个立腺体 这个立腺体就是会燃烧葡萄糖 燃烧脂肪酸 氨基酸直接燃烧的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布布糖列入考量 这个最右边 这个就是葡萄糖脂肪酸 经过这个脱氢酶 把氢葡萄糖上面的氢脂肪的氢脱下来 氢的氢脂肪就跑来这里 帮我们充电 然后这个氢的电子跟氧就变成水 这个就是我们产生能量的一个方式 一个这个图就是讲血液中酮的分布量 你一个人如果你饿了吃饿了吃饿了吃 以糖以淀粉为主 好像身体永远都在烧葡萄糖的话 因为我们人体 如果你糖够它就一直烧糖 比较不会去烧到脂肪 所以说你因为我们的糖的库存 就是葡萄糖库存 血液里面大概是100公克 那么其他地方什么肝脏肌肉 叫glycogen糖原肝糖等等 它会有400公克 就是说我们一天葡萄糖的库存 大概只能500公克 一公克可以产生四卡的热量 就等于是2000公克 就是说你饿一天你就开始生酮了 这样知道吗 一天就用完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五六个小时吃一次 身体一直在用糖用糖用糖 那么他血液里面的酮是非常低的 都在0.1以下 像我本身是生酮的人 我是完全断糖的人 我的酮体都在1个minimum到3之间 所以我们叫做营养性血酮化 当然如果你是饿太久了 饿几个礼拜 你的糖会更高 酮会更高 那么很多人担心酮会中毒 事实上除了这个糖尿病病人 长期酗酒 第一型糖尿病之外 基本上是不会 因为我本身也处理过很多 酮酸中毒的病人 这个可能是一个误会 酮是一个好东西 它不是一个坏东西 除非是你胰岛素分泌等等 有问题 才会酮酸中毒 我本身做了10年的急诊医师 这个我非常的了解 所以呢 我们讲为什么要一些生酮 第一 它要减少细胞内酸的产生 生酮的话就是把葡萄糖当染料 换成用酮当染料 所以说大家看中间这个 这个我们自然医学的轴心 要把酸跟自由基减少排除 就是要吃多一点生酮的饮食 不要完全用葡萄糖 那么我们生酮饮食 可以减少酸的产生 原因还会提到 第二个就是 如果已经产生的酸 就用氢气把它排出体外 还有奈米光能热疗 核心热疗 也可以把 B细巴呕吐 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这个前面有提到 不过还是再提一下 就是说 我们一个人 我们如果是一直燃烧葡萄糖的话 那么燃烧葡萄糖会产生 38个ATP 6个二氧化碳 38倍率除等于6.33 可是如果我们同时也生酮的话 那么一个脂肪 分子的脂肪会产生 129个ATP 16个二氧化碳 那么129倍16厨就等于8.06 所以是27个Percent 铜它的燃烧效果比糖好27% 所以我们维持一部分糖一部分铜 那当然如果你到了某种 自由基啊酸累积太多的情况下 你可以完全用铜当燃料 这个是绝对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人要吃到好的油 油分可见油跟不可见油 可见油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油 比方说一罐这个 一罐这个olive啊 或者是骨材油啊等等 你眼睛看得到油 这个油一细细就是一细细 它没有水没有淀粉没有蛋白质 就是油 就叫做可见油 那么有一些油是看不到的 你炒菜的油看不到 肉的油看不到 蛋白质的油你看不到 这个不可见油 一公斤体重 如果你只是说 你只要健康 你一公斤体重吃到一细细的油 就要维持健康 你要吃生酮的话 低糖生酮 大概要吃到两细细的油 就是一个人60公斤的人 要吃到120细细的蚝油 所以我们讲油就是Omega369 饱和少吃一点 Omega必须脂肪酸是指三根六 所以前面有提过 不过再提一下 就是说我们人 就算不做生酮饮食 不是断糖生酮饮食 你的脂肪的含量 一天也要吃到 差不多90公克的油 包括可见油跟不可见油 为什么呢 一个70公斤的人 他一天公斤体重要30大卡的热量 就是2000卡 那2000卡 如果40%要来自油脂的话 就是等于800卡 800卡被酒除 要除酒就是因为 一公克的油会产生9卡的热量 差不多就90公克的油 也就是说你吃了90公克的油 差不多才能够提供40%的能量 这个就是保持健康的不二法门 这个还是讲长糖生酮 不是讲断糖 断糖是另外讲 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讲的太多 那是根据临床上 病人不同的情况才会给他 像我本身 我是吃严格断糖 我是不得不吃这样 因为我以前因为工作急诊 太忙碌 常常没有睡觉 最后把身体搞坏了 我现在后来血糖高到1000 糖化血素13.6 我平常都不吃任何淀粉 就是米饭面食水果 馒头包子地瓜马铃薯都不吃 那么我早上就喝40cc的油 像今天早上也喝的油 那午餐就吃蔬菜 如果有吃肉的人就吃肉 没有吃肉的人 就是吃一些坚果等等 就是蛋白质来盐 然后晚餐也就是这样吃 我是完全没有吃淀粉的人 因为我只要吃一个包子 一个面包 我血糖就飙到500 这个是叫治疗性饮食 我原则上 我虽然建议生通饮食 可是我认为很多人做长糖就好 因为你可以碳水化 或占40% 30% 20% 10% 就是慢慢调整 因为你一个人 如果不是有特殊的需要的话 你一下子就变成不要吃淀粉 你会很难过 难过到不想活了这样 所以我通常都不会让人家马上断糖 那除非是什么 什么精神疾病 癫症 或者是严重的失眠 癌症 我是不会叫人家做断糖 生通饮食的 所以说前面讲过就是我们人是一部车子 车子就是要燃料 车子要我们这人这部车子可以同时烧柴油 汽油 潤滑油 那么柴油就是 柴油就是 葡萄汤 葡萄汤可以占能量50% 汽油就是 汽油就是脂肪 占40% 这个蛋白质占10% 按照这个比例来加 我们人体就不会故障 立腺体不会损坏 所以市面上可能中文的 生通饮食的书可能有好几十本 那么大家可以买来看看 像这一本其实也不错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断糖生通饮食 葡萄汤中毒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酸变多 像这个就是吃太多蜂蜜了 葡萄汤中毒 后来叫他不要吃以后呢 最右边那个酸跟自由基 都自己排出来了 还有就是像前面讲的 这个情绪障碍 也是这样 断糖以后呢 就是吃这个油脂 吃断糖生通饮食 因为这种太严重了 我是叫他吃断糖生通饮食 大家看最下面那个 酸就一直排出来了 所以我们做中道自然医学 最重要就是把酸跟自由基排干净 那么少吃淀粉 少吃糖 会减少酸的产生 那么所以说 生通饮食是我们排酸 排自由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像这一个人 他51岁 长了一个 五个癌 肺腺癌 长两次 一次开刀 一次放了 后来长肾癌 开过刀 后来又长脑癌 又用电脑刀 后来又长骨癌 长到肝癌的时候 他来找我 他人看不出来又长癌症 看起来还蛮好的 这个是我们门诊的时候 听打的记录 就是这样 他讲了很多 他第一次来看 哇 尿是8 尿的pH 酸减值是8 吸了氢以后 变成6.5 就表示说 他的尿 是酸排不出来的 结果自由基 吸清之前 体验清之前 是这样 变后变这样 就是变红了 表示他平常 自由基都排不出来的人 结果他大概经过 5个月左右 就听我的话 就断糖 生酮饮食 用去带着亲戚 睡觉等等 他最后尿就变5 就排出来了 他的自由基 也是排 你看他5变6 他的这个尿 自己就排自由基 吸清以后 排得更干净 所以说 断糖生酮饮食 他对很多 重症疾病都有效 那么今天有关 这个生酮饮食 就是简单的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可以看 下面这一集